皆有收容中心贩卖二手用品 能够自力更生 却也遭到了有心人的窥视 就是有人进来里面偷窃 把他们的二手物资也偷走了 还有他们贩卖的钱也偷走了 还有一些他们的物粮也全部偷走了 志工前来关怀 同时找来了厂商 前前后后加装监视器 不让歹徒再有机会得逞 所以知道说如果关于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那个警员就会响了 所以也能够通知他们 继续通知他们继续通知警察 长期的陪伴更要做最稳固的依靠 因为糖尿病右眼失明的单亲妈妈 塞西利亚拿到了两箱物资 和四箱的二手用品 让她能够到市场贩卖为生 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 塞玛利亚老人中心也再度提出申请援助 特地送来三百八十公斤的食物 在一诊中需要佩戴眼镜的学生们 在施工老师的陪同下 一一拿到自己的专属眼镜 吉利库拉区特殊儿童协会 则是得到了两台手提电脑 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 此季在智利人不多 但助人的行动从不拖延 要让更多人及时感受得到爱 戴西文真正美之工 廖清九 吴慧兰 智利报道